我现在来介绍的是极限的一个基本的观念 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建立一个数列的极限的观念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黑板上面所说的这个 用大瓜糊来表达的 一个大瓜糊AN 然后右边是N等于1到无限大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代表的是一个数列 何谓数列就是一堆数排成一列 叫做数列 现在我们来看看它怎么定义的 A1第一个是二分之一 第二个数字是四分之一 第三个数字八分之一 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一直下去 那么我们来这么说了 我们能不能够找得到它的规则呢 AN就是二的N次方分之一 DN项就是二的N次方分之一 这个让我们想到一个 以前的一个古老的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 有一根竹竿 它的话呢 长度是一 我们一天砍掉一半 每天砍掉一半 每天砍掉一半 请问我们那根竹竿会不会不见 有一天的话呢 会变成没有了呢 应该不会 它永远永远都会有前一天的一半 那么我们这么说了 虽然它会永远的一直都存在 不过它会一直会往哪里靠近呢 它会无限的往零靠近 于是我们的话呢 就建议各位同学的话呢 要记下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叫做LIM L-I-M 我们的话呢 后面的话呢 我们是全名是LIMIT LIMIT的话呢 这个符号的话呢 下面的话呢 是告诉我们说 谁往无限大走呢 当N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 这个数列AN会往哪里靠近呢 会无限的往零靠近 这就是我们的极限的符号 与基本的观念 那我来介绍一下函数的极限的状况 来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图 下面的图 这个图的话呢 代表的是说 这是一个函数 那我们的话呢 怎么来看呢 我们来看的话呢 当X趋近于零的时候 当X一直往X零靠近 那么Y呢 会越来越靠近谁呢 会越来越靠近L 于是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怎么说呢 我们就可以写出一个式子 叫做LIMIT 当X趋近于X零的时候 他的F of X是趋近于L 那这个的话呢 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写法 其实他的话呢 会有很多很重要的严格的说 那我们的话呢 就大概的话呢 是介绍一下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观念 那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步骤 我们来举个例题 让各位同学比较容易了解函数的极限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个函数的话呢 它假设定的是这样子定的 当X是3的时候 它就固定就是2 如果它不是3的时候 它是一个这样的等式 因为的话呢 当然X不可以吃3 因为X要是等于3 分母就会变0了 这样子是不行的 那么我们的题目的话呢 是这样说的 当X是往3靠近的时候 请问F of X极限 它会趋近于多少 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3 那这个会往多少靠近呢 那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实验 往3靠近 我们的话呢 可以这么说了 向3来靠近的话呢 有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的话呢 是比3大的方向 一个是3以下的方向 我们来试试看 如果的话呢 是这样做的 3.1 3.01 这样是不是越来越靠近3 我们再来看看左边 这边的话呢 假设是2.9 这边是2.99 是不是越来越靠近3 来我们来看看 F的它的值是多少 因为它不是3 我们要带上面那个数字 来看 我们来看看 3.1带进去 我们的话呢 计算一下 我们发现是 这边是6.1 3.01带进去 3.01的平方 减掉9 除以3.01减掉3 我们可以拿计算机按一下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多少呢 6.01 再来看左边 2.9带进去 两边的话呢 都带进去 是多少呢 2.9带进去是 5.9 这边的话呢 是 5.99 各位同学猜得出来 这个极限值是多少了吗 从右边靠近 它会一直越来越靠近谁 从左边靠近 它会越来越靠近谁呢 大家来猜得到了吗 这一答案是6 简单的说 这个的极限值是多少呢 是6 也就是说 我来写一个算式 当x limit x 趋近于 3的时候 f of of x 是多少呢 这题答案是几 这题答案是6 函数的极限观念 我们就到这个地方 咨试一下 咨试下 我们下期再见